今天我們準備開始 我們上禮拜大概講到這個地方 其實機電圖的後續的應用還蠻多的 除了我們可以量測訊號來判斷肌肉運動的狀況以外 我們其實也可以利用這些 接收這些不同的機電訊號來幫助我們去做一些其他的動作 包含就是說有一些復健的動作可以藉由的機電圖來幫助我們執行 也有包含像說我們可以利用這些機電圖能夠產生 能夠製造出比較新型的一個電子抑制 我們上禮拜有修一些影片給各位看 我們今天等一下有機會的話 因為我們大概已經解決了媒體播放程式的問題 所以等一下有機會也會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後來還有更接續的講到ECG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可能就接著上禮拜講到這些地方再繼續多說一點 我們為什麼ECG的這個波形跟一般的心室肌肉收縮的動作電位會差那麼多 OK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波形是心室肌肉的一個收縮的時候所產生的一個動作電位 下面這個就是我們的心跳的過程當中所記錄到的電位變化 我們說這兩者為什麼差那麼多呢 它不是都是這個心臟的肌肉收縮所造成的嗎 其實這個圖就講得非常清楚了 告訴你兩件事情 第一個 心臟是由很多不同的肌肉所組成的 雖然我們都把它叫做心臟肌肉或是心肌 不過他們其實有不同型態的肌肉 每一種肌肉在收縮的時候 它的動作電位都長得不一樣 每一種肌肉的那個動作電位都長得不一樣 所以就算全部疊加在一起的話 也不會只有像心室肌肉一樣 可是不可否認的心室肌肉由於它的數目最多 數量最多 所以它對我們整個心電圖的影響力其實是最大的 再來呢 我們其實是 因為我們的心電的訊號 就如其他的肌電訊號一樣 我們是一口氣量到的是整體心臟運動的過程 所以它是一個加總的結果 那每一個地方呢 收縮起始的時間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在這個時間上的疊加上面會產生不一樣的效果 此外我們還必須要考慮到它的收縮的一個方向 應該說神經傳導的時候的這個方向 它會造成電流流向的不同 但是我們在體表上面所放置的這些電極位置上是固定的 它不會跟著那個電流的方向走 它是固定在那個地方的 所以在不同的方向電流產生的時候呢 你很有可能會產生正向或者是反向的這樣子一個的這個證幅 所以最終呢 所得到的結果大概就是這樣子 OK 所以我們上次有說到說整個心跳在收縮的時候 大致上的方向是從心房到心室這樣子的收縮 為什麼會這樣子收縮的順序呢 那是因為我們希望先把心房裡面的血液回流回來的 不管是充氧的或者是缺氧的 反正回流這些血液呢 它要先把它擠到我們的心室裡面去對不對 心室收完了這些血液 把它擠出去 從肺動脈出去 進入我們的肺循環和體循環 這樣才會是一個有效的收縮 所以我們的收縮順序其實是由上而下的 所以我們整個節律的訊號呢 這邊其實是另外一張參考圖 它其實只是用卡通圖的方式畫出來 讓各位參考一下而已 所以你可以對照一下前後兩張 它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那這邊我有把絕大部分名詞加上了一個中文 所以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說呢 整個心跳其實是由SA node這個地方出發 它會規律 而且穩定的產生動作電位 然後會傳到心房 心房之後呢 這些訊號會匯聚在心房 以及心室中間的一群特殊的 特化的肌肉細胞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叫做防氏結 HV node 或是簡稱AV node 到這個地方以後呢 它會稍微先暫停一下 這個暫停是呼應到了 這個時候我們要等待 心房的收縮 把血液擠到心室去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神經的傳導 才會開始 藉由這一個bundle piece 然後從心室中隔中間傳下去 分成左右兩支傳下去 然後呢 繞到心間這個地方以後呢 再回到心室的周圍 OK 那這個地方我們會藉由一些 特殊的神經傳導系統 我們把它叫做 Burkinian Fibre Network 像這樣子的東西呢 傳導到其他的心室細胞 所以我們才能夠一口氣做 收縮這樣子的動作 OK 那這個東西 這一個其實很著名的 這個先從心室中隔往下傳 再傳回來 再從兩邊傳回來 其實就是造成了為什麼這邊會有一個 很劇烈的往上又往下 這樣子的一個特殊的Rwave 這邊這個整個波形呢 我們大致上會把它分成五個 比較重要的特徵 分別給它一些大寫的英文字來當作代表 分別是PQRST 後面的U不常見也不常講 所以一般最常見的是PQRST 在這幾個波形裡面呢 其實R波是最容易被辨識出來的 Rwave這個東西是最容易被辨識出來的 因為它主要就是由心室的收縮所造成的 OK 那心室的收縮 為什麼一下子上去一下子下來呢 而不是像這樣子維持很久呢 那就是因為一開始它是這樣子的方向 後來呢它是反的方向 就像我剛剛說的 我們的電極在體表基本上是固定不動的嘛 對不對 所以它電流裡面電流極的走向 一下子是往上 然後再來是往上 剛好是一個反向的一個行為 所以呢就會產生這種 先瞬間向上 再來又瞬間回來 OK 這樣子一個狀況 這個就是我們的 這個收縮的這個R 應該說這個R peak R wave的這個peak呢 基本上它是代表的心室收縮的時間 那我們因為它的那個正幅可以達到 1到3個mV這麼高 這是在體外使用體表電極量測到的結果 那甚至在一些狀況很好的時候 甚至可以到5個mV 所以這個算是在心電圖裡面最顯著的特徵 那一般來講 最簡單在測量你的心跳速度有多快的這些儀器呢 多半都是利用RF出現的頻率來做一個推估的 很簡單吧 兩個RF之間Interval的導數就是各位的心跳速度了 所以很多的很簡單在那個運動器材上面 或者是一些心跳量測器材上面所顯示的心跳速度 都是由RF量出來的 所以因為我們附輸了一些解剖的名詞 因為我們出現這幾張slide裡面出現比較多一些專有的名詞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整個一起解釋一下 不過這個我們上次其實大部分都提過了 包含的是SA node 它所命名的這個 是由於是豆房之間的這一個很特殊的節點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Signers HM node 那一樣的還有一個AV node 它是在那個行訪跟行駛之間的 OK 大概是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在收縮的時候 其實這個這個傳遞 這個動作電位的傳遞其實是有順序的 是由上而下這樣子一直傳下去 那中間我們可以再特別提到的是這一個 當我們的這些動作電位傳遞到了房式解以後 AV node之後呢 其實它會稍微停頓一點點的時間 Roughly 0.1秒到0.2秒 不是很長 但是大概這樣子短短的時間是為了什麼呢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它其實是要讓等待一點點時間 讓我們心房的寫意留下去 這樣子心事在收縮的時候才會比較有效率 OK 那這邊有一個是Wikipedia上面 剛露下來的一個很簡單的動畫圖 我個人覺得它畫得非常好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因為投影片上面沒有辦法記錄動畫 所以我非常鼓勵各位如果有興趣 可以去那個網頁上面把這個動畫下載 或者是觀看這樣子 你就可以知道整個心電的收縮過程當中 它跟心臟的運動是怎麼樣配合的 在這張圖裡面我們先看幾個東西 你會發現這上面第一個有灰色的背景 這是它大致上去描繪心臟的腔势 還有它這個主要的大動脈的部分 那下面這張圖就是它對應所產生的心電圖 中間紅色的這個地方 它大概大致上就是告訴各位電信傳討的位置在什麼地方 那剛剛有兩個很明顯的節點 第一個比較明顯的節點就是SA Note 再來剛剛這個就是那個AB Note 那你就可以看到一個完整的心跳 從P-Wave開始其實對應到的就是心房的收縮 來了,這是SA Note 然後心房收縮完以後會去到AB Note 這時候會停一下下 然後再從新式中格傳遞下來 然後再反向從外面的這個槍石壁傳回去 然後後來這個T-Wave 最後這個T-Wave大致上它所代表的就是 所對應的就是一個去極化的一個過程 應該說負極化的過程 sorry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對應上面的一個肌肉的一個形變 所以我覺得它其實是做的還蠻好的 那你也可以觀察到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心房和心室 除了心房裡面的腔式內容量比較少以外 它的腔式壁的厚度其實也遠小於心室 然後左右心室裡面 左心室其實是最厚實的,最結實的 所以各位也可以知道 因為我們接收到的訊號其實會跟肌肉的細胞的數量成正比 所以這個地方呢 我們可以看到左心室 心室尤其是左心室貢獻了絕大部分心電圖的這個訊號來源 那相對之下心房其實只有一小部分而已 那心房主要貢獻的地方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這個p wave的地方 我相信剛剛已經放了非常多次 所以各位應該有看清楚才是 這個地方大致上就代表了心房的一個收縮的過程 它的peak會遠小於這個r wave 幾個原因包含了像剛剛看到的心房比較少 對不對?心房比較小 應該說心房肌肉細胞的數目也比較少 所以換句話說它的總量是比較少 再來它的方向比較沒有那麼一致 它在那個收縮的時候 那個電位傳導的方向其實是往四面八方傳過去的 只是它大致上有一個方向是從 SA node傳往AV node In general有這樣子的一個方向性 但是其實細部上來講 每一個神經傳導的方向還是不太一樣 那因為我們量測到的是一個鏡像量和 電後期的鏡像量和 所以它的vector可能就比較 總效應可能就比較沒有那麼強 然後會有一些些 有點像擴散的效果這個樣子 再來呢 QRS這個地方 其實主要對應的就是我們心室的收縮 前面這個Q波會有一點點下來 主要是因為AV node開始要往心室中隔傳的時候 那邊的路徑有一點點是從右往左這個方向的 所以它的那個方向的投影跟一般的 整個心室中隔 下傳的這個方向投影有一點點不一樣 有興趣 等一下你們各位可以回去看一下那個動畫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跟那個地方有一點點關係 所以它會造成電位有一點點下降 然後迅速的上升 我們剛剛講到呼應到的是心室的收縮 然後再下降 這個就是我們的X波 然後最後呢 有一個比較平緩 波峰僅次於R wave的這個T波 這個東西呼應的大概就是我們書章的過程 也就是replorizing 腹疾化的一個過程 所以每一個PQIST裡面每一個部分呢 其實都代表了某一個心臟的槍势 它在收縮或者是舒張 不過話說回來 既然心室有收縮有舒張 那心房為什麼只有收縮 卻沒有舒張的時候所代表的波形呢 心房也會舒張才對啊 它收縮完以後 後來就會開始慢慢舒張了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們在PQIST裡面 看不到心房舒張的樣子呢 其實一樣我們可以回頭來看一下 剛剛這個動畫 你注意看一下心房的肌肉什麼時候舒張 現在是收縮嘛 好收縮完了 半磨關閉 OK 開始慢慢的要舒張了 可是這個時候剛好都被QRS和T波整個時間給蓋住了 OK 然後呢 你可以看得出來 跟收縮比起來 舒張所產生的電位變化 通常不會那麼的強烈 因為它的迅速動作沒有那麼快 當沒有 當所有的電位變化沒有一起發生的時候 它就會造成一些smoothing的效果 所以它總量 鏡像量和就不會那麼的強 換句話說 你今天舒張的時候本身 像量就比較小 而且 別忘記了 我們剛剛有說過 心房嘛 它並沒有那麼明顯的一個方向性 所以它的症幅可能會更小 然後呢 它發生的時間點 又跟心室在動作的時候 剛好是同一個時間點 OK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PQST上面 其實是看不到心房收縮的這個sign 很難看得出來 好 結論就是說呢 我們今天的心電圖 PQST的波形呢 它大致上反映了心臟的肌肉 在運動的過程 肌肉收縮的和舒張的一個過程 所以當你的心臟的肌肉 或心臟活動不正常的時候 那3號可能會反映在我們的心電圖上面 所以有經驗的心臟科醫師 他可以根據患者的心電圖 就可以知道說 你大概可能出了什麼樣子的問題 可能會需要做什麼更進一步的檢查 或者是治療等等的 這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 在臨床上也是很重要的一個資訊 不過在講出了問題會 波形會怎麼變化之前 我們再多說一點點東西 我們前面在講到心臟收縮的順序的時候 我們講到一個名詞叫做節律點 節律點不明思議就是 它其實這個地方是一些特化的肌肉細胞 所以它會固定 而且穩定的自己產生 自動 自動產生收縮 或是說產生動作電位 那我們之前講的是 SNO這個地方其實是一個節律點 所以它會以固定的頻率 產生動作電位 會有收縮的動作 可是其實心臟的每一個地方都是節律點 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放著不管它 前面都沒有人在做刺激的話 其實每一個地方的心機 它都會以固定的頻率 產生動作電位 它其實都有這個能力 OK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特性呢 其實是一個很複雜的機制 但是它有一個很有效的一個功能 就是如果萬一你的SNO失效的時候 有人可以遞補上來 你的心臟不會因此而停止 OK 它避免了某些部分的心機細胞的一個功能不健全 而產生了很嚴重的後果 因為我們知道心臟只要不跳動的話 基本上你就沒有新鮮的血液 你就沒有氧氣供應 那你很有可能在數分鐘之內 可能就會有生命上的危險 OK 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情況 因此我們需要有一些protection 儀保萬一這樣子 不過問題來了 我們說每一個地方都是節率點嘛 換句話說每一個地方 其實都會按照自己的規律去跳動 那會不會大家都不聽SNO的 會不會自己跳自己的 這個問題跟不會跳一樣嚴重 因為你如果沒有按照順序跳的話 沒有按照順序去傳導這個動作電位的話 你的心臟就不能夠很有效率的輸出這些血液 那造成的後果就是你可能會白做功 或是你做一大堆功 輸出只有一點點 你的opput只有一點點 那如果說今天你在處在一個非常輕鬆的狀態 比如說各位現在坐著在聽我講話 或者說甚至你現在有點累已經睡著了 在這種很輕鬆的狀態之前 你不太需要消耗什麼氧氣 那過著去 如果說你今天剛好去跑馬拉松的時候呢 OK 你卻會遭受到一些危險嘛對不對 所以這其實也很嚴重 所以其實呢 它我們剛剛說有一點點複雜 就在這個地方 它會根據這些細胞所在的位置 以及它在整個傳導途徑上面 它在處於上游或者是下游的位置 上游意思就是越早開始傳導 下游意思就是傳導的末端這樣子 它在不同的位置上面呢 它其實會有自己不同的頻率 也就是說它其實會依照不同的頻率 自動的來做收縮 以SNL來講的話 大部分來說是70到75 bit per minute 每分鐘跳幾下 OK所以我們就用BPM來表示 再來新房呢 Roughly差不多太多 70到75 AVNode呢 慢一點點 60 新式呢 再慢一點點 30到45 越來越像這樣子 所以換句話說 前面不跳的時候 後面可以補上來 但是如果前面跳的時候呢 前面如果產生 正常的產生的動作電位 這個動作電位就會繼續往下傳嘛 會沿著我們剛剛說的那個路徑 一直往下傳嘛 那你既然有外界的司機 那我就跟著產生動作電位啦 所以你的心跳就會依照最早產生 收縮的這個節率 下去做脈動了 下去做那個整體的收縮 舒張的這樣子的過程 所以如果SNL還是正常運作的時候 我們就聽SNL 可是如果SNL不正常的時候呢 那我們可能就會看誰會站出來的嘛 對不對 這邊舉一個例子 各位現在看到的是一個心電圖的一個訊號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波形 跟我們之前講的PQST 有什麼不一樣啊 還是你覺得都一樣 應該有一點點不一樣啦 不一樣在什麼地方 第一個 你可以觀察到這個很明顯的這個波峰的地方 其實就是我們的RWave嘛 對不對 這超好看得出來的對不對 RWave前面有沒有PWave 好像沒有耶 對不對 然後呢 RWave後面有沒有TWave 好像有 可是老師它的那個 polarity怎麼相反 它怎麼反向 這是常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 今天心電圖怎麼長的 方向不太一樣啊 之前呢 秀出來的 那個所有的PQRST 應該說PR和T 它們的 polarity 就是波峰值的方向都是同向的 可是這個怎麼反向呢 請注意一下 這個波峰的極性 常常會因為你電極擺放的位置 而有所變動 這是正常的 OK 我們之前講過 電極是固靜的嘛 對不對 你今天電極擺的方向比較平 或是比較直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會影響到 我們看到那個電極那個波峰的一個 正幅大小 或是甚至它的極性 但是基本上有出現 就代表有收縮或是有舒張這件事情 就是起碼你的心臟有在跳動嘛 那極性的話呢 通常會跟你電極擺放的位置有關係 OK 那更何況其實 雖然我們之前大致上講說 每一個人心臟 他的走向大概心肩是 大約朝你左腳的這個位置 可是 不一樣的人上面 你還是會看到不一樣的一個走向 有時候會比較稍微比較平一點點 有時候會稍微比較直一點點 所以一樣的貼法 但是在不一樣的人身上 你也很有可能會看到不一樣的兩側結果 但是基本上有出現 我們大致上都覺得 那是代表的心臟正在做一些運動 好 所以這張圖片其實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是他沒有P-Wave 缺乏P-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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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P-Wave的意思代表什麼 心房並沒有收縮 OK 那再進一步呢 我們可以去量測一下 P-R-Wave所出現的這個間隔 來推算他的心率 發現呢 他的心率其實比一般跳的還要慢一些 比一般的心跳來的慢一些些 不一定是有問題 不過這個地方我們看到他大概只有60BPM 每分鐘只有跳60下 然後再繼續推亂一下 他又沒有P-Wave 心房沒有收縮 所以很有可能的狀況是什麼呢 可能是他的SA Note出了一些問題 他不會自動產生動作電位 因此呢 心房在這個地方可能沒有產生的收縮的一個效果 一直到了AvNode這個位置的時候 他才取代了這個節律的功能 他還出來主持了節律這個功能 OK 所以這個時候他的心跳呢 大約跟我們AvNode的自己 Inherit Reason的一個節律差不多 OK 所以這大概就是合理的一個解釋 OK 那像這種心跳速率比較慢的一個狀況 我們就把它叫做Berlicardia 中文就是緩脈 比較緩慢的脈搏嘛 好 那我們再繼續看一下 這邊有另外兩個例子 OK 上面這個呢 有明顯完整的PQRST波 看起來好像蠻正常的 下面這個呢 雖然擠了一點點 但是你大致上還是可以觀察到 RWave前面有一個R RWave前面有一個PWave RWave後面也有一個TWave TWave稍微又比PWave還要大一點點 還蠻正常的 只是它的間隔比較短嘛 對不對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呢 你大概就可以判斷說 第一個 因為它有完整的波形 所以呢 心反和心勢的收縮 大致上是正常的 可是呢 它的Interval有一點點變化 以上面這個來講的話 RR Interval長蠻多的 所以它的心跳速率比較慢 OK 我們就把它叫做Berlicardia 不過它是因為 SA node它的節率頻率變慢 而引起的Berlicardia 所以我們會把它叫做Sinus Berlicardia 那下面這個呢 也是因為 那個SA node它產生的節率變快 而引起的一個頻脈 也就是跳動比較快速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Sinus Berlicardia OK 那 再說一下 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 你的心跳 如果稍微比正常的人快 或稍微比正常的人慢 都不能說是有問題的 我們並沒有一個 就是 數值來告訴你說 這個一定是正常的心跳 並沒有這個東西 它是有一個Range 因為我們也知道 其實一般人 他在每天的日常生活當中 從早到晚 他的心跳有可能會改變的 這是還算蠻正常的事情 所以觀察你的心跳正不正常 其實是需要一些比較長時間的觀察 才會有比較正確的結果 好 所以剛剛那些呢 多半來講都還算是 可以算是說正常的狀況 那我們現在來看幾個 可能比較不正常的狀況 比如說在各位的身上 各位應該心臟都 絕大部分人都沒什麼問題 因為年輕力壯 應該不太可能血管阻塞 除非你天天吃炸雞 不過可能在各位身上 還是會出現一些 沒有那麼正常的現象 最常看到的就是這個 心室早期收縮 這個東西 我們把它叫做 Premetural Ventricular Contraction 非常直譯嘛 對不對 這個是心室的收縮 Premetural就是 你還沒有到時機成熟的時候 你就收縮了 OK 所以我們就把它叫做 心室早期收縮 那有人會把前面這兩個字倒過來 叫做 Ventricular Premetural Contraction 也可以 OK 那總之呢 這些東西代表是什麼意思呢 它代表就是說 在收縮的過程當中 本來都是PQRST PQRST 結果呢 本來應該要輪到心房收縮的時候 還沒有輪到你心室的時候 就突然在心室的某一個地方 它自動產生的動作電位 引發了整個心室肌肉的收縮 OK 所以你會看到 有一個很明顯的R wave出現 類似像這樣子的 這個東西我們就把它叫做PVC 那這個東西如果只有在 比如說它出現的次數 不是很頻繁的時候 其實當事人並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因為就是偶爾有一次收縮不正常而已嘛 但是如果這個東西出現了太多次的時候 你開始會有一些不太舒服的感覺 覺得有點兇悶悶悶悶的 或是有點點提不起勁啊 或是覺得好像突然有點喘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感覺呢 我們來看一下齁 在這個圖裡面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它在你還沒有這個應該要輪到你做收縮的時候 你就收縮了 所以換句話說 以這個圖為例的時候 當時心房都還沒有收縮嘛 心房裡面的血液也都還沒有擠下來嘛 所以換句話說 你的心室其實當時還剛處於慢慢想要擴張的狀態而已 因為它的那個Biastolic Period 就是我們的擴張期、舒張期 舒張期才剛開始而已 你根本沒有什麼太多的血液容納進來的時候 結果現在又叫你再收縮一次 它造成的效果是什麼 你裡面都沒什麼血啊 所以你收縮了這一次以後 擠出去有沒有很多血?沒有嘛 換句話說 你提供的氧氣的數量比正常的收縮來的少很多嘛 對不對? 提供的東西少 但是你消耗的東西又比較少嗎? 沒有啊 你還是一次收縮啊 換句話說 你心臟持續做工 可是它提供的氧氣變少了 所以你就會覺得心臟有點沒力 別忘記心臟也是要消耗氧氣的 而且它消耗氧氣是很多的 它是靠冠狀動脈來消耗 來提供氧氣的 所以換句話說 來得太頻繁的時候 PVC來得太頻繁的時候 你心臟可能會開始有點沒有力的感覺 那有人會把這樣子的現象 有點叫做心際 其實就是由於比較頻繁的心事少期收縮而引起的 偶爾來個一兩次沒關係 但是出現太頻繁就會有關係的 那我們把這個不按照規律而出現收縮的這個點 我們把它叫做意味節律點 所謂這個Ectopic的意思就是說 它不是在它應該產生節律的時候 出現了這樣子的行為 所以我們剛剛說過了 今天的血液是從心房往心事急的 剛剛那個狀況就是 我今天這個地方都還沒有收縮嘛 心房還沒有收縮的意思是什麼 它還在等待容納從靜脈回流的這些血液 我要收集足夠的血液以後再往下擠 這樣比較有意義啊 可是問題我現在都還沒有收到足夠的血液 我還沒有要往下擠的時候 你下面心事就開始收縮了 所以它現在收縮的是之前殘存的血液啊 數量其實不是很多 OK 那因為你才剛擠完還沒有完全放鬆 所以你再擠 雖然你有收縮沒有錯 但是擠出去的量也很少 OK 所以這個時候呢 它可能產生的就是一個 比較效率很差的一個波動 或者甚至最糟糕的狀況就是無效的波動 送不出血液 而且自己還白做工 OK 你就會感受到有一點點心悸 所以這個其實有時候 我們也把它叫做心慾不整的原因之一啊 所謂心慾不整 就是你的跳動的規律度不是很好啊 對不對 怎麼樣的狀況之下 會容易產生心事早期收縮呢 它其實有可能由心理的方面影響 也有可能是由生理的方面影響 我們剛才說過 各位年輕立狀 其實沒有 如果你的心臟沒有先天性的疾病的話 通常不會有這種狀況 除非 人生很多的時候就是這個除非 除非 舉個例子 明天要期末考了 糟糕書都沒有念 期中考又考得很爛 期末考如果沒有考90分的話 我大概沒辦法及格 所以壓力很大 上課有沒有去上 東西看不懂怎麼辦 所以你就會開始很焦慮很緊張 面對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我想八成的同學會怎麼做 好了明天要期末考 那今天就跟他拼了 晚上念晚一點好了 平常也沒有念那麼晚啊 所以晚上念越來越晚的時候 就會越來越累嘛 對不對 所以你會做什麼 喝一點咖啡嘛 喝一點茶提神嘛 對不對 喝點蠻牛嘛 咖啡因攝取夠過高 好再來真的是挑燈夜戰到天明 工作一整個晚上都沒有好好休息 所以你的腦細胞 其實已經開始進入一個疲憊的狀況了 可能氧氣供應比較沒有那麼順利了 又悶在小小的寢室裡面 所以呢 結果是什麼 去考試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身體有點不太舒服 有點沒有力 甚至呢 你可能會有氧氣的現象產生 那個就是PVC所引起的 OK所以要好好保那個愛惜自己的身體 各位現在大概 一樣啊 休息了幾天以後就會恢復了 大概沒什麼大不了 不過隨著這個東西 其實就像欠債一樣 那個十幾二十年以後 或是三十年以後 會找上各位的 所以這些事情還是不要太常做比較好 好那PVC 因為我們剛剛說過 只要次數不要太高 頻率不要太高 其實對你的生活 不太會有很明顯的影響 但是 如果 比較高的時候呢 譬如說你今天 每十次正常的心跳 就會夾雜了五四PVC的時候 喔 那其實開始會影響到你心輸出了喔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把它叫做 心事性頻脈 Ventriculose Tachycardia 為什麼這時候會影響到你的心臟功能呢 因為 你做了很多次無效的輸出嘛 對不對 那做了很多次無效的輸出 其實你的身體也在 開始在拉緊抱說 欸我為什麼 一直遲遲沒有 充足我氧氣運送回來 它會請你的神經中速去刺激心臟 跳動頻率快一點 對不對 這很正常的反應嘛 可是問題 跳動頻率快一點 結果中間又夾雜了更多的心事早期收縮 所以你說這樣子狀況 是不是像是一個惡性循環 你沒有辦法有效輸出 導致氧氣供應不足 氧氣供應不足 然後你又要加速輸出 加速輸出之後 你的心事早期收縮 也就是這些無效輸出的次數又變得更多 那你做工又越多 但是輸出一樣 沒有獲得良好的一個改善 OK 所以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當然心跳次數會一直的上升 OK 那甚至在最嚴重的狀況之下 可能你的心事都一直持續的時候 說一直沒有辦法進入正常的一個cycle 我們就把這樣的狀況叫Ventricular Fibrillation 心事震戰 也就是說我剛剛那種早期收縮的狀況 真的太頻繁了 頻繁到說我現在的冠狀細胞 已經真的沒有什麼氧氣來供應了 那當這麼危急的時候 你心臟會做的事情就是 他接受到命令就是 我現在沒有氧氣了 趕快再來一個收縮 給我多一點氧氣吧 結果他就一直在那邊無效的收縮 這個時候其實你就會有 很明顯的一個身體不適的狀況 而且很容易會造成生命上的一個危險 我們來看一下心電圖 在這些時候所反應的波形是怎麼樣 上面這個就是Ventricular Tachycardia 你可以看到還是有一些正常的心跳 比如說這邊就會夾雜一些正常的心跳 不過呢 剛剛那個PVC出現的次數就高了很多 比如說你看從這一個後面 正常的心跳才來兩個而已 後面就跟了三四個不正常的 然後呢這邊隔了好多一個以後 才經常又來一個正常的 所以你當然會知道這個時候 你的心臟的功能會大受影響 甚至在最糟糕的狀況之下 你基本上你就只看到PVC的波形而已 你就只看到心臟一直收縮的波形而已 OK 所以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你每一個地方它都一開始在收縮 沒有辦法持續像之前講的那個 有效而規律的收縮 所以這個時候會變成是一個惡鏡循環 你根本沒有辦法改善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啦 你在電影的畫面上面 就會看到這種波形嘛 就看到那個病患會很痛苦的樣子 然後眼睛睜得很大 但是就是呼吸不到空氣一樣的 然後那個心電圖的波形 就會開始變得很複雜 到最後就啪 然後就急救無效之類的 應該有這樣子的東西出現過吧 好接下來 如果這個病人在醫院的話 出現的畫面是什麼 排行有跟他說拜拜嗎 應該不是吧 這時候出現的畫面應該是什麼 醫生護士就會跳出來 就說讓我來嘛對不對 讓他來幹嘛 電擊很好 很多人都講了電擊 為什麼要電擊 嫌他死了還不夠好 所以要把他電一下嗎 應該不是吧 電擊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當然知道電擊是有醫療上的目的 不是真的想要讓他電一下而已 對不對 電擊的目的是希望他的心臟能夠 恢復正常的跳動嘛對不對 為什麼心臟會恢復正常的跳動呢 OK我們在做這些急救 其實我們先看一下這個電擊是什麼 電擊其實通常來講 在醫院來講 他們有那個 就是有點像握把式的電擊器 貼在你的胸前 然後那個時候他會在這兩個電擊之間 加上非常高壓 而且高電流的一個電性訊號過去 他的目的就是讓這些電流 穿透了你的心臟細胞之後 能夠在瞬間 把所有的肌肉都強迫他進行去激化 因為他的電位刺激很大 對不對 所以今天不管你是今天是在reflectory period 或是在resting state 他全部都把你做去激化的動作 也就是有點像是重新開機一樣 剛剛為什麼fibrillation 沒有辦法做有效的輸出 因為到最後狀況很糟的時候 他每一個地方都自己在收縮 他們都不同步 對不對 然後心事一直在收縮 所以他沒有辦法從心房好好慢慢來 那電擊的目的就是 他把所有的這些收縮不一 那個不同步的狀況 全部一起解除掉 那如果你的心臟 還在算是有點正常的狀況的時候 你的SNL還可以工作的狀況之下 他就會自動產生節慮 開始重新引發心跳 但是注意一下 我這邊用了一個字叫做暫時 一個形容詞叫做暫時 他只能夠暫時讓你恢復到正常跳動的狀況 但是如果你沒有去解決 當初會產生fibrillation 這樣子的一個病因的話 你還是會面臨那個 心臟停止跳動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OK 所以他有點像是 temporary幫你解除了心臟無法跳動的狀況 好 因為心臟能不能跳動對你影響很大 一旦你停止跳動超過幾分鐘 你的腦部血液缺血以後 裡面的神經細胞全部死亡 以後這個就回不來了 就算救活了 你就變成植物人了 OK 所以要暫時還是能夠讓你的循環系統能夠工作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OK 那我們把這個電擊器就叫做defibrillator 跟剛剛的那個fibrillation其實是有一點點一樣的字根 我們把它叫做defibrillator 前面加一個DE而已 這兩三年各位可以常常看到 比如說學校有在宣導 每個學期都會有機會讓各位可以去學怎麼樣做CPR 對不對 那這兩三年或許同學會注意到 除了在教導CPR以外 還會再多一個另外一個東西叫做AED 有人知道AED是什麼的嗎 當然頭影片上面都寫出來 OK AED其實是什麼 Automatic 自動 這個是External 體外的defibrillator 電擊去戰器 OK 它其實就是這幾個字的一個檢顯 我們在大概在兩年前的時候吧 我們通過立法規定 在台灣地區這個的一些重要的公共場所 也就是人特別多的這些地方 我們規定一定要有AED放置 以防就是說突然有人心臟停止跳動的時候 這樣子的一個緊急的狀況 如果沒有AED的話 你可能就不需要call救護車 救護車來的時間 跟那個你去救護車的距離有很大的關係 對不對 運氣好一點的話五分鐘就來了 運氣差一點的話可能半個小時再來 休課半個小時 就很難說它會有什麼樣子好的結果 所以我們會在有能力的狀況之下會放置這個東西 所以下次如果各位看到的時候可以多看幾眼 我記得我們學校在行政大樓和圖資處的大樓好像都有的樣子 很遺憾的好像我們電視大樓還沒有 所以下次有機會各位可以去參加一下類似的活動 你就會知道它會教你怎麼樣操作 現在像這種AED的操作上面來說是非常簡單 因為它基本上就是一個電極給你高電壓這樣子而已 所以它的結構大概就是會有一些黏貼式的電極 你黏貼在這個需要做電極的人身上 然後有一些很簡單的控制鈕告訴你說 OK你要怎麼樣一開始要先充電 因為基本上它是不吃直流電的嘛 因為它在隨時每一個地方都可以使用 所以它是用電池要充到一個很高的電壓以後 OK才放output出去 再做一個stimulation出去這樣子 所以它的操作其實是蠻簡單的 OK 不過請注意一下 雖然我也沒有學過AED 也沒看過AED 我可以告訴各位有一件事情一定要注意就是 你在執行defibrillation 就是在做電極的時候 你的手一定要離開那個人的身體 絕對要離開 就像你在醫院的時候看到那個影片的時候 你應該會聽到 如果你看的是國外的影片 其實國內應該也是一樣 你會聽到它會講clear clear是什麼意思 所有的人物的東西 會導電的東西都要離開這個人身上 不然你除了電它你也在電你自己 你正常的狀況之下 你大概不會想要被電這一下的 因為那個電流是很強的 OK 所以這個地方可以注意一下 好 那當然了 我們剛剛藉由這堂課的說明 大家可以知道就是說 心電圖其實就會反映著心臟跳動的狀況 所以如果你心臟如果出現任何一些更嚴重的問題的時候 比如說心臟組織流動的時候沒有辦法順利的流通 或者是除了心事早期收縮以外 也有心防早期收縮 然後還有一些心事肥大這些問題 其實都會有不一樣的特徵 也會反映在各位的心電圖上面 那這個對於心臟科醫師來講都是非常重要的資訊 所以我們說這個其實是 對他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檢查 那各位在有生之年 我相信各位一定也會有機會做到心電圖的檢查 不過這個之後就等待各位去做的時候再說說你們的經驗好了 不過我們這邊可以講一些衍生的東西 那很多人去就醫的一個經驗就是 我在家裡很不舒服啊 比如說我會頭暈頭痛啊 可是我到醫院就好了 醫生怎麼看都看不出來啊 對不對就比如說我今天其實真的心 比如說不是我今天真的這樣子 所以我今天可能真的起床的時候覺得有很明顯的心計 心臟跳動不太舒服 可是吃完早餐休息一下 等到我真的今天趕到醫院 然後又等待掛號 真的醫生看到我的時候他又沒有問題了 所以因為你會知道說尤其像心臟這個東西 你的不適感可能只是出現一下下 那等到你真的每一次都會出現問題的時候 那已經很嚴重了 就是你頻率已經出現到這麼高的時候 對你來講已經很危險了 到這麼高的頻率的時候才叫你去看醫生 好像也不是什麼太合適的做法 所以當然在檢查上面我們就必須要拉長心電圖檢測的長度和強度 來看看你是不是可以看到一些不正常的現象 怎麼做呢 就除了一般的心電圖檢測以外 我們還有一些特殊的 比如說你今天真的覺得你偶爾會心氣的話呢 醫生可能會讓你帶一個像這樣子的機器回家 一樣上面有心電圖的電極片 然後呢有一個主機的東西 雖然沒有顯示螢幕 但是它會把過去你一整天裡面 心跳的紀錄全部都留下來 那以前的話可能這個像一個 可能會像一個小小的BOX這麼大 但是現在以我們的IC的製程技術來說的話 這個都可以微型化 尤其像現在的記憶卡容量又超大又超小 所以它其實已經可以做到很小了 它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讓你回去帶24個小時 不要脫下來 所以你就可以評估在整個24小時之內 你的不正常心跳出現的頻率是怎麼樣子 分佈是怎麼樣子 我所謂的分佈是時間的分佈 OK 所以它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資訊 那這個是關於長度的部分 時間測量長度的部分 那或者是說呢 它會加強你心臟的負荷 加強那個強度 讓你心臟在高負荷的狀況之下 看它會不會有不正常的現象產生 最常做的就是運動心電圖 顧名思義 叫你一邊運動我一邊癢心電圖 我們剛剛說過 就像大家現在如果你不小心睡著 其實很開心 其實你不需要耗費什麼氧氣 真正耗費氧氣的時候 是你在運動的時候 是你今天很喘那個時候 那這個測量的目的很簡單 就是想辦法讓你喘 想辦法讓你需要有很高的氧氣輸出量 OK 這個時候就可以看得出來 你是不是心臟在這種高負荷的狀況之下 也能夠運作的OK 那最常見的做法就是讓你一邊跑步一邊量 那比如說就用個跑步機啊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方式 比如說讓你騎腳踏車啊 這都是一些不同的方法 OK 反正它的目的是一樣的 要讓你提高那個心臟的負荷量 OK 好那我們心電圖大概講到這個地方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我們就先休息一下喔